中華人民共和國行事訴訟法有關規定 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和遼寧省丹東市國家安全局 分別於2018年12月10日 對上述二人依法採取了強制措施 現在你問到的一些問題 我只能告訴你 現在這兩個案件都分別在偵辦之中 那麼根據我所掌握的情況呢 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和遼寧省國家安全廳 也已經分別向加拿大駐華使館通報了上述情況 目前這兩個加拿大人的合法權益是得到了保障的 從性質上來說 這兩人都是涉嫌從事了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活動 那麼這個案子的偵辦 我剛才也介紹了是分別偵辦 分別是由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和遼寧省丹東市國家安全局分別 對這兩個加拿大人採取的強制措施 那麼這兩個案件在分別偵辦之中 關於孟晚舟女士被加拿大方面錯誤的拘押 這個事件我們已經表明了我們的立場 至於你提到的這兩個加拿大人 被中國有關國家安全機關依法採取強制措施 我在這可以很負責任告訴你 中方是依法依規採取的行動 我們認為這是緬甸和平進程取得的重要積極進展 中方對此表示支持和歡迎 作為緬甸的友好邻邦 中方支持緬甸政府不斷地推進全面包容性和平和解進程 我們也希望緬甸所有各方都能夠相向而行 進一步推進對話 早日實現國家和平和發展 中方也願意繼續為此發揮建設性的作用 在絕大多數國家肯定中國為促進國際貿易 維護多邊貿易體制做出巨大貢獻的同時 仍然有個別國家對此視而不見 甚至這些國家拒絕履行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議定書第15條的義務 使中國繼續遭受著不公正的待遇 當前多邊貿易體制站在了新的關鍵當口 面臨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的嚴重衝擊 中國將繼續堅持多邊主義道路 支持世貿組織進行必要改革 根據我所掌握的 北京市國家安全局是 於12月10日對高明凱先生採取的強制措施 那麼對麥克爾先生採取措施 遼寧省國家安全機關也是於12月10日採取措施 那麼採取措施之後 中方是根據中加之間的領事協定 毫不延遲的在履行必要的程序之後 毫不延遲的向加拿大駐華使館進行了分別通報 第一我沒有聽說過會有這樣的指令或者指示 第二這也不太像是中國人的行為方式 至於你從哪會得出這麼樣一個邏輯的結論 可能你只能去找提出過這樣想法的人去了解 孟晚舟女士這個事件的發生到底是一個法律問題還是一個政治問題 我相信在任何國家採取法律行動採取法律措施都是根據這些國家自身的法律採取的 那麼採取法律措施並不因為這些涉嫌犯罪或者犯罪的人 他是從事什麼樣的職業這是沒有關係的 任何國家採取措施都是根據自身的法律體系來採取的 是 感谢观看